人体体质 如果按照中国人来分类 它可以分开九种 当然我们坊间说寒体热体 它的分类是很笼统的 九种体质 我们都可以根据一些表现 把它区分出来 先讲第一类体质 第一类体质叫平和体质 这类型体质的人 精神饱满 精力充沛 面色红润 讲话够声够力 食饭 睡觉等方面都比较良好 这些体质的人士 我们通常说比较健康的体质 如果占狗型体质之中 它大概占了32%左右 对于平和体质的人士 应用茶料来说 我们建议它喝一些不偏寒亦不偏凉的茶种 我们推荐一个浓香型的铁观音 这铁观音它制过之后 不偏寒亦不偏寒亦不偏寒 也可以加一些性味比较平和的配料 比如杞子 甘草等 即使不加 也可以喝